觀眾朋友你好 我是雨昕 歡迎加入武器健康同學會 有沒有覺得最近天氣變化蠻大的 在這種天氣變化比較劇烈 比較大的時候 真的身體很容易出現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或者是在血管收縮之下 也比較容易高血壓 那在這種天氣 我們要怎麼特別留意我們身體的健康呢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是嘉義科醫師羅嘉玲 羅醫師您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羅嘉玲醫師 好 再來是職場外科康榮辰 康醫師您好 大家好 我是康榮辰醫師 還有營養師Angela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健康管理師佩勳 雨昕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一開始我要請佩勳跟我們來看看 這個新聞那時候出來 一看到新聞推播我們很驚訝 張志佳好久沒有看到他的新聞了 明明是很健康的運動員 給大家的形象是這樣的 結果怎麼突然傳出心肌梗塞過世 真的 其實常常觸事 真的讓人措手不及 尤其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想起年輕時候 跟他一起追星那種感覺 其實張志佳的一生真的是大起大落 他第一次出現在大眾的眼球之前的時候 是在21歲 那時候他去打世界盃 成績非常亮眼 隔年立刻加入了西武師隊 日本職棒西武師隊非常厲害 那本以為這個前途一片大好對不對 沒想到2006年因為手受傷 哇 身世又一落千丈 不得已最後只好解約回到台灣 到了台灣之後呢 他又慢慢的升式起來 大家還記得 當初他有個代言彈紅的歌對不對 對 應該朗朗上口大家都會唱 所以那個時候覺得說 哇 他是不是又要重新站起來了 沒想到後來因為賈秋安 哇 他整個人呢 又消失在這螢光幕前 起起伏伏 對 然後最近其實 他其實一直很沉溺 很沉迷你知道嗎 就是非常的低落 到那時候呢 甚至搬磚頭去蓋房子 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後來什麼時候覺醒呢 在他2020年的時候 他爸爸過世了 那時候還覺得 哇 我還要開始重啟我的人生 後來他到大陸去發展 拿起的不是最熟悉的棒球 而是高爾夫球 其實我們常常聽到 觸師是一時對不對 對 其實呢 其來有志 他這一定不是一時發生 而是之前就已經有預兆了 在去年9月的時候呢 他曾經在臉書發文 他發了什麼文 他說 各位朋友啊 最近呢 我覺得怪怪的 我老師呢 一曬太陽 我的後腦槽兩側呢 就會特別的痛 再來太陽這邊會痛 一曬太陽 他後腦槽這邊兩側呢 特別痛喔 再來是呢 頭呢 也常常頭痛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那時候他的朋友就確認他說 你有沒有量血壓 後來他去量血壓 哇 血壓一量出來149 149 超標耶 正常血壓標準叫130 可是他的情友就說 他其實並沒有固定在吃藥控制 好 你 代表說你可能會有個高血壓的風險 但你沒有吃藥控制對不對 好 慢性病最討厭的是什麼呢 最討厭就是 你發生慢性病 你還是可以正常生活 對 好 過了半年之後 時間來到了今年1月1號喔 1月1號 新年嘛 大家要幹嘛 聚餐對不對 一樣張志佳跟朋友聚餐的時候呢 喝酒 聊天 但是呢 朋友就已經說 張志佳那天怪怪的 怎麼怪呢 他整個人坐立難安 起來又坐下 然後身體搖搖晃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再來那天喝完酒之後呢 最後的攝影機畫面 看到他走入廊倉喔 然後到了電梯裡面 他是扶著這個電梯 感覺是已經沒有力的 再來呢 他的後腦勺 一樣有一個血紅色這個痕跡喔 之前照太陽不舒服 不知道 因為也有可能 有人家推斷說 這個可能是刮痧這個痕跡 後來呢 是因為真的聯絡不到他 朋友聯絡不到他 到家裡找 才發現呢 他整個人捲曲 倒在了沙發跟茶几中間 而且面部已經發黑了 但因為他沒有解剖啦 所以說推測是心肌梗塞 但其實也有醫師在講說 其實也有可能是主動賣玻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畫面 大家有沒有想起 小鬼當初也是這樣 在這之前呢 龍少華其實也是喔 而且呢他懷疑是高血壓對不對 高血壓 高血壓最後引起心肌梗塞 大概是40歲到70歲男性 尤其你高血壓控制不好的 再加上天氣冷 再還有一個加成原因 他在大陸是不是冬天很冷 對 還沒喝酒 都是加成的原因啦 所以真的 要提醒各位觀眾 真的要特別注意自身的狀況 好 真的 其實看到這個新聞 讓大家覺得滿驚訝的 其實運動員 給我們的這種印象 是非常健康的 再來我就要請羅醫師 羅醫師來前面 帶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這一個案例喔 這一個狀況 其實那時候張志佳的新聞出來 大家第一個想到 一定跟我一樣 運動員啊 他應該是很健康啦 運動員他們的運動量 比我們一般人多這麼多 所以 怎麼會連運動健將 都會發生這種心肌梗塞的狀況喔 其實我在門診 常常也遇到有病人 就會跟我說 羅醫師我都有運動 那我血牙膏應該沒關係吧 血糖一點點 血脂肪一點點 好像還好啊 其實是不行的 就像剛剛佩勳講的 其實只有高血壓 就已經足以造成我們 40到70歲男性的一個高風險 所以男性要特別注意 對 那一般來說 我們容易發生高血壓的一個原因 年齡是一個嘛 可是肥胖 當然我們大家就會覺得說 理所當然你看他體型也這麼壯 那尤其是我們講 如果你是一個高壓生活的人 像運動員其實算高壓 對 我手邊的運動員心臟都不太好 真的 因為他們其實在劇烈運動的時候 對心血管是很大的壓力 是 那我遇過比較高壓的族群 還有典型的就是工程師 對 那他們其實不見得三高很嚴重 可是因為在高壓之下 如果你又同時有一些肥胖 還有年齡遺傳等等的因素 你就會非常非常容易有心血管相關的問題 是 那遺傳雖然不能改 但是我們的飲食 藥物 環境因素 還有肥胖都是可以改的 其實講到飲食是不是 因為跟現在大家真的都是 幾乎都是外食也有很大的關係 對 因為其實三高其實很受糖分 鹽分跟油分的影響 那這個東西並不是說 你運動就一定消除得了 我都常跟病人講說 你可能吃一根香蕉要跑步一個小時 對 你才消耗得掉 那你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 控制住你的飲食會比較好 對 所以飲食真的要控制 還有真的是平常 如果有任何一點點不舒服 就要趕快去看醫生了 對 那可是醫生我想問一下 像其實剛剛佩訓有講到 心肌梗測一發作 可能第一次它也是終點 那我們要怎麼去提醒自己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身體出現 哪一些些小不舒服 它就是在提醒你了 是 通常如果你在運動的時候 跟以往相比 你覺得 比較容易有胸悶 或者呼吸會喘 甚至有的人會出現 大概從這裡下巴脖子 到可能左側的上臂這邊 會有疼痛或不適感 那這時候就要有一個警訊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心血管的阻塞 左側啊 對 因為大部分人的心臟在左邊 除非你心臟在右邊 那因為管控心臟的神經 剛好也分布在這一個區域 對 那可是還是有蠻多人是沒有症狀 尤其以女生來說 是 女生忍痛力比較高 對 所以她如果在運動的時候 有可能不會出現這症狀 那一般人當然可以藉由一些體檢 比如像運動心電圖啊 來做一些檢查 但是最好還是跟你的醫生 好好討論你的風險在哪裡 但是我們其實講到心肌梗塞 是不是大家會想到說 是 好像血壓高的人 他特別容易心肌梗塞 算不算一個不定時炸彈 我會講血壓高 其實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影子 什麼叫影子呢 就是說台灣人 大概七八成都有血糖血脂的問題 是 即使你在邊緣 但是血管可能變得狹窄跟粘稠 那這時候血壓高 就會讓你的這個血管相對變脆弱 那變脆弱之後呢 再加上原先的幾個風險 你就會很容易讓我們的心血管 產生心肌梗塞 或甚至像腦中風的狀況 那我們知道說高血壓真的要注意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壓力太大 或者是體型比較肥胖 這種都要特別留意 那再來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是沒辦法 家裡是不是有一些遺傳 那知道怎麼 我們後天有沒有什麼辦法去彌補呢 對 其實這幾個因子裡面 我覺得遺傳當然我們沒辦法改變 性別也是 就是心臟病這句話 對 可是我常常在門診會跟病人講說 其實所有的危險因子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項是最危險的 就是抽菸 抽菸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可以去掉的話 你後面的風險會減少非常多 因為菸也會容易導致糖尿病 是 那糖尿病又會容易增加膽固醇升高 糖尿病也會增加三酸甘油脂高 是 那高血壓雖然本身是一個風險 可是你要理解 就是血糖血脂也高的情況下 高血壓的風險一定增加 那體重所謂BMI 那其實它是相對的 它反映的是你整個生活習慣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它雖然沒有特別強調到 血壓的部分的情況 我還是要提醒就是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血壓 因為你有這些風險以後 只要你的血壓開始超過130 你的收縮壓超過130 其實我們臨床上看到 你洗腎的機率就變兩倍 然後心肌梗塞的機率也變2.5倍了 對 所以我們要提醒就是說 你在家裡用722原則量 一週就是連續七天量 早晚都各量兩次 然後這兩次隔兩分鐘這樣子 去量的情況下 如果都還是超過130 你要理解你在外面 可能跟老闆吵架啊 天氣又很冷啊 我病人真的是冬天血壓才高啊 那天氣冷的情況下 你血壓肯定就會超過140 150 這時候我們的腦血管 心血管其實風險就會很高 但是盧維持你剛剛有特別講到 其實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第一點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後面 環環香扣扣起來 你回推回去 主要就是很多人因為抽菸 對 然後糖尿病其實風險 我覺得現在來說 也是我們現在大中 各位知道我們台灣是糖尿病 全世界排名第三的大國 那排名這麼高 真是不是好事 對 這不好 對 這其實跟我們很多 慢性疾病 包括就是所謂的代謝症候群 以及癌症都有相關 好 謝謝羅威師 當然這一份表格 大家自己真的要看清楚 這些你好好的做到 包括不要抽菸啦 然後我們飲食有一些調整 然後還有醫生剛剛講的7-2-2原則 要固定去量你的血壓 看到血壓過高 趕快要去找醫生 來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再來我們平常的飲食也很重要 我要請我們的營養師Angela 我們來教教大家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身體健康 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要怎麼吃 從平常的飲食就做起 好 就是因為我們心臟問題 一直是我們十大十一的前三名 然後剛剛醫生有講到 我們天氣一冷 你血管收縮 你這個心血管 腦血管的風險就增加了 高血壓來了 對 所以我們平常的 其實透過食物 可以幫我們做保養 這邊就是分享六個護心食物 來幫我們心臟做個基本的打底 這些平常大家都可以吃得到 第一個像是番茄 番茄大家可能直接就會想到 茄紅素 茄紅素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抗癌的東西 抗肝癌 胃癌 還有生物腺癌等等 之外呢 因為那個茄紅素 它本身可以就是 你知道我們膽固醇如果氧化 它會一直黏在血管壁上面 你一直黏一直黏 越黏越多 它就會容易堵住 那你堵住可能就會容易有 剛剛說的什麼腦中風啊 心血管問題 那茄紅素它可以預防這個 那個膽固醇氧化 黏在上面的狀況 然後可以降低這個風險 自然就會比較就是 預防降低這個冬天的血管 牛番茄平常可以多吃 大番茄 那中醫來說 因為紅色的食物入腥 然後它有點酸酸的 然後也是 酸味在中醫來說入肝 所以它其實是 互腥互肝的好食物 互腥又互肝 對 只是說吃它要稍微加熱 或者是加油進去炒一下 因為那個茄紅素才可以 被釋放出來 吸收才會更好 不要直接這樣 是要稍微料理過來吃 料理過 加熱或加油 它那個茄紅素吸收會更好 它是脂溶性的 再來呢 再來就是黑木耳 黑木耳大家應該有聽 聽過它就是有那個 血管的清道夫的稱號 對 因為它沒有一些 抗凝血的物質 可以降低血酸的方式 再來就是它其實是 蔬菜店裡面 數一數二水溶性纖維高的 那水溶性纖維有個好處 它就是像我們的抹布一樣 就是可以擦掉不好的東西 進到我們身體 把不好的東西擦掉 對 擦掉 所以它會降低一些 不好的東西吸收之外 我們身體多餘的那個膽質 它也會帶出去 那身體多餘的膽質帶出去 你身體自然自己合成的 膽固醇就會降低 是 所以它對膽固醇有好處 那另外它那個水溶性纖維 可以抓血糖 所以我對於血糖的客人 我都跟他說 這個可以多吃 多補充黑木耳 對 所以它對三高來說 其實還不錯 所以其實你其實要自己 炒個木耳 涼拌木耳 或者是我們 你知道就想喝東西 你自己做個黑木耳露也OK 然後就可以來做補充 是 對 那再來就是甜椒 甜椒它就是 但是大家知道它是蔬菜界裡面 維生素C最高的 再來就是它的β胡蘿蔔素 跟維生素A 跟米液有關係 是 那其中它裡面還有這個B6 跟葉酸 這兩個東西呢 這個葉酸 它可以降低身體的那個 同伴光氨酸這個東西 因為研究發現 你身體裡面 同伴光氨酸越高 它會去破壞血管 你的血管會容易發炎跟硬化 是 那你吃這樣的東西 它可以降低這個狀況 等於是這個保護我們的血管嗎 所以讓它同伴光氨酸降低之後 你比較不會發炎跟硬化 所以平常 你料理或是你 有時候夏天大家會涼拌那個 什麼生菜 你就拌進去也OK 是 對 那再來第四個就是茄子 茄子怎麼吃 那茄子它其實主要裡面是 還有維生素P 那維生素P 它其實就是一個類黃銅的東西 維生素P 好像平常比較少接觸到它 對 它其實就是類黃銅的化合物 然後簡稱叫維生素P 然後它這個它就是 比較像是可以保護血管的彈性 讓它比較Q彈 那你有彈性比較不會脆化 是 或者是你血壓就會比較穩定 保護血管的那個狀況 那只是說 大家吃茄子的時候 不要生吃 應該很少人生吃 應該不會有人生吃 稍微炒過 對 因為它裡面有不好的東西 加熱會破壞 那另外就是不要削皮 因為它 不要削皮 對 那維生素P 最多是在那個皮跟果肉中間那一層 你削皮就會削掉 對 所以你就直接料理就OK了 好 我們把它清洗乾淨去料理就可以了 對 那鷹嘴凍呢 鷹嘴凍它其實是 算是澱粉類食物 大家聽到澱粉不要嚇到 但是因為它屬於蛋白質跟膳食纖維 非常高的食物 它每100公克就有19.4左右的蛋白質 相當於2.5顆蛋 然後纖維就是12公克多 大概就三四排的蔬菜 所以光吃到你知道纖維的東西 對我們這個三高就很有幫助 像我自己的話 如果我們家有出現鷹嘴豆 我就會把它偷偷加在飯裡 就讓 就是煮飯的時候一起下去煮 可以這樣吃喔 就鷹嘴豆飯 然後它吃起來就會比較有口感 那又可以補充到鷹嘴豆的好處 是 你要燉肉 我看過蠻多人燉肉會加進去 你也可以補 我好像可以來試試看 蠻適合的 鷹嘴豆燉肉 那最後一個就是海藻類 那海藻 大家都有聽過魚油嘛 是 那可能有些人聽過海藻油 那顧名思義海藻裡面 就是會有好的油脂 才會有海藻油這個東西 是 那海藻油它其實 主要是Omega-3裡面的EPA EPA這個東西它就是 抗氧化抗發炎 然後降低膽固醇的發生 所以平常其實你要滷個肉 加個海帶 煮個湯或者是涼拌 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這六個我覺得 互新的好食物 我們平常就輪流料理的吃 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謝謝Angela 所以這一些 這六大保護我們身體健康 保護我們心血管 這六大類的食物 趕快大家把它筆記筆記下來 在家平常從我們的飲食 就開始好好的 保護我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看到 其實不只是張志佳 最近還有失明的 因為這個肝癌過世的消息 也讓大家覺得很震驚 怎麼預防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回到武器健康同學會 除了我們上一段節目 聊到的張志佳過世的這個消息 在今年2024一開年沒有多久 還有這一位施明德 一樣他過世的消息傳出來 也是震驚 大家整個政壇界 還有大家看到這個消息 都覺得怎麼滿難過的 佩訊來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乾病也是 國人很頭痛這個問題 不過施明德先生 已經算是乾病模範生 他是在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發現說我有肝癌 那時候他腫瘤是兩顆 但是一般我們對於癌症 他可能第一個時間 我們要去切除 但因為他長的位置不是很好 他就長在血管附近 所以他那個時候 其實是用電勺 那其實施明德先生 那時候也想說 電勺可能也沒有辦法這麼乾淨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已經先預設立下了遺囑 就想說我可能真的 哪一天隨時都會走了 沒想到事隔17年 到現在過了17年才復發 其實我們早一輩的人 其實沒有所謂的 健康檢查這個概念 對 以前沒有 再來飲食也是隨便吃對不對 我跟你講所有的乾病 就是你隨便吃最容易會有 這真的跟你飲食習慣會有相關 所以他一旦發現了自己有乾病的時候 他年年做檢查 再來他也成為了乾病推廣大事 真的是不遺餘力 難怪你說他是模範生 他真的是乾病模範生 很少真的你看到 隔了17年才復發到 因為非常多的肝癌 他兩年內就會再復發了 對 待會也會再陸續提到 然後去年的時間 為什麼知道說施敏德先生住院 其實他的好朋友 陳文茜 文茜姐這邊有講 就透露說 施敏德現在狀況不太好 他現在是住進了 這個家戶病房裡面 其實在過程中開始三次到 其實狀況曾經一度好轉 施敏德先生是想要回家的 想說我應該好了 我可以回家了吧 那沒想到這過程中大出血了 又趕快又住回了家戶病房 在等病房的時候 他就打一通電話給文茜姐說 文茜姐 我真的可能不行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我的女兒 然後那時候文茜姐 其實開玩笑 其實也是要鼓勵她 就說你怎麼交代遺言 交代一個可能 比你早先走的人這樣子 但沒想到12月3號這個時候 因為開刀 他不只肝有問題 他的膽也有問題 待會可以一起意識補充 為什麼肝膽相照這是真的 通常你肝有問題 膽也真的會出問題 那再來他這個12月2號突然肺積血 最後呢 菌血症 再來呢 隔天 哇 要帶氧氣罩才能呼吸了 然後最後呢 他的腎臟還得要靠洗腎這樣子 所以整個狀況真的非常差 當然最後的結果 故事的終點 就如我們所知的這樣 那不過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復發率的這個問題對不對 其實在肝癌的部分呢 還有分早期復發跟晚期復發 那早期復發就是 也就是說你手術完之後 化療完之後呢 兩年內再度復發 這可能會跟你原本的癌症 是有正相關的 就是來說 這病毒太兇猛了 這癌症真的很難治療這樣 那晚期復發呢 像你超過兩年之後 就算晚期復發了 兩年以上就是了 兩年以上 就算晚期復發了 那這個會跟什麼關係 有關係的 大部分都會跟你原本的癌症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它常常會伴隨著肝硬化 所以其實國人 以前真的是很多肝硬化 尤其施明德先生 他本身B單帶原者 本來就很容易肝硬化 肝硬化最後再衍生出肝癌 這是以前我們俗稱的肝病三部曲 不過這邊有提醒大家 這是上一個世代的事情 我們會所謂認知到肝病三部曲 現在國人的為什麼肝病 還是在前十名裡面 其實跟脂肪肝有正相關的關係 而且現在脂肪肝不是三部曲 它不是脂肪肝 再來肝發炎 再來肝硬化 再來肝癌 不是喔 現在是脂肪肝直接會變成肝癌 直接跳過肝硬化再衍生 沒有錯 所以現在其實脂肪肝的液體 其實才是真的要大家 非常呼籲去認真的審視的 因為不要等到疾病 發生了之後我們再醫病 脂肪肝我們是可以 透過我們的飲食調整 透過我們的生活調整 這是可以預防的 所以真的也要鼓勵各位觀眾 第一個做健康檢查 在你的生活習慣真的要顧好 不要等到病發生了之後才遺憾 因為現在大家健康檢查 可能想說我怎麼有肝硬化 想說算了算了沒關係 感覺還好 但是其實很多就是從你這個 好像覺得還好還好 到最後你的身體突然不舒服 真的不能忽視前面 這些身體的警訊 再來我就要請羅醫師 羅醫師帶我們看看 我們剛剛說到肝癌 肝癌等於算是台灣的國病 對不對 到底在台灣這肝癌 有多麼的嚴重 我們可以看到109年的十大癌症 大腸癌還是排名前面 但是肝癌其實也緊接在我們的 女性乳癌之後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其實剛剛有一直提到就是說 所謂的鼻肝跟吸肝代源者 我想在這邊要提醒各位觀眾 其實政府現在45歲以上 對於成人體檢的提供之外 其實有提供一輩子一次的 鼻肝跟吸肝的篩檢 因為很多人其實你問他說 你有沒有鼻肝代源有沒有吸肝代源 他可能都沒有注意過 那甚至就算是公司體檢有做 他也看不懂 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請大家務必回頭去看一下 那如果沒有做過 可以利用成人體檢的時機 來順便做一下鼻肝代源 柔醫師你說這個檢查 是等於一輩子有一次的 對 一輩子有一次免費的 免費的檢查 你可以在做成人體檢的時候 一起執行這樣子 對 現在各院都有在做這個推廣 是 那可是就像剛剛有提到 配訓說這是上一世代的事情 對 沒錯 其實鼻肝代源跟吸肝感染 為什麼容易變成肝癌 我們講 大家講癌症感覺很恐怖對不對 很恐怖啊 其實不出兩個事情 一個是你的免疫力夠不夠強 免疫力是關鍵 我今天有壞人在我身體裡 我如果抓得到他 我就不怕了 對 第二個關鍵是壞人有沒有一直產生 那壞人要一直產生 癌細胞一直產生的關鍵是持續性發炎 那所以譬如說你慢性肝炎 可以是因為B肝 也可以是因為吸肝 更多的現在是因為脂肪肝 那所以當你不論任何原因 只要慢性發炎 它就會容易癌化 而且現在是不是很多人特別 好像滿多脂肪肝的狀況 對 因為酒跟糖分飲料 尤其像果糖 果糖它進入身體其實是 首先優先變成脂肪 那它就會容易造成脂肪肝 對 現在好多脂肪肝 那長期發炎之後你就會硬化 那家族死蛋所有的疾病 都跟它有一點關聯 但我覺得目前來說 長期發炎以及你的免疫力 跟著弱化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但是其實肝炎為什麼會這麼可怕呢 因為有人稱呼它是沉默的殺手 那這沉默的殺手 當然它要這個算是爆發之前 要這個發作之前 是不是其實身體 也會給你一些小訊號 提醒你一下 提醒你一下 要注意你的身體健康囉 其實很難 很難啊 像我們螢幕上列的這個什麼 上腹疼痛 腹脹 然後疲倦 食育腹 到體重減輕 大概就不妙了吧 然後更不用說什麼 黃膽出來的時候 吐血直接進去加護病房 羅醫師妳的意思是 等到這些症狀出現 都是已經太嚴重太嚴重了 其實因為我們講 譬如以肝硬化來說 它其實肝臟是萎縮的 所以你要腫到這個腫瘤 脹到一個程度 你才會腹脹 所以其實要等到腹脹 那個腫瘤大概已經不是 你可以輕易處理 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 如果妳有長期的疲倦 然後甚至我在臨床上觀察到 就是說因為我們肝臟是負責 解油性的毒素 所以如果你發現 妳以前沒有這麼容易過敏 以前可能吃蝦子 吃一盤或吃不新鮮才過敏 現在怎麼隨便吃就過敏 這也是一個情緒 對 因為它代表妳身體毒素 是沒有辦法很好的代謝的 我反而覺得 這算是比較早期的一個徵兆 但不一定就是肝癌 只能說妳可能肝臟的狀況 需要注意 那其實剛剛佩訓有講到 其實肝已經有一些狀況 膽也會出問題 是 其實肝臟會不停的製造膽 進去我們的膽囊裡面 那如果你的飲食不正常 尤其是高油的人 尤其這種人有一個特性是 吃飯很快 蔬菜又不夠多 這時候你的膽汁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 輸送到我們蝦子腸 膽汁長期在累積在膽囊 就會容易造成膽結石 膽息肉 膽囊發炎等等的 後續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要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我們要怎麼預防肝癌 畢竟這是國病 真的很容易大家都會碰到 羅醫師我們來帶我們看看 我們要怎麼去預防肝癌 在我們的身上發生這麼可怕的事情 是 其實從前面再講 這三高的議題 我們就發現說 體重控制它其實代表 就是整體的飲食習慣 那如果你的飲食習慣控制好 你的理論上 體重是可以控制在理想範圍 所以人家說BMI很重要 就是要助你的體重 對 它代表是一個整體 那為什麼我要強調說 它代表是一個全體的生活型態 因為像之前有一些人 會用錯誤的飲食習慣 譬如說單純只吃某個食物之類的 這時候它或許達到體重控制 可是它的膽固醇血糖 不見得是理想的 那另外像我們飲食之後 其實糖分一定會升高 這個時候你如果可以去活動一下 可以立刻的把糖分 還有三酸甘油脂之類的 油脂可以減少 那就可以減少脂肪肝的部分 是 酒是一個比 我覺得比糖還嚴重的一個東西 酒不要 對 那酒其實 就算是早期有的人會說什麼 我睡前喝個養命酒 對 以前長輩都說 我睡前喝一點紅酒 一點點高粱 一點點應該是還好吧 可是我們健康指引 現在已經都改掉了 都不要 對 就是早期說什麼 紅酒這些好處 我都開玩笑跟病人說 你要不要去啃葡萄皮跟葡萄籽這樣 對 因為它抗氧化物質其實就在這裡 那你的酒精本身其實偏糖 那它會造成很嚴重的血糖 以及脂肪肝的問題 所以這算是一個大迷思 對 是一個大迷思 建議大家不要 那B肝跟C肝 其實它都是經由性行為 或者是一些針頭 還有年輕人現在會比較多刺青 刺青 對 其實這個是要小心的 那有時候我們對於 就是這些針頭也好 或痴青 或甚至譬如說剃刀 共用刀片這些 你有時候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確定它的來源是否安全 還有已經信頭上了 來不及戴套 這其實都很危險 因為你有可能會 就一時之間就被感染了 B肝吸肝 那雖然目前有藥物 但治療是相當相當不容易的 那所以可以的話 提醒大家提前注射疫苗 膝肝目前還沒有疫苗 可是B型肝也是有疫苗 那你可能會說 羅醫師有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打過 但是請各位有機會去測測看 你會發現蠻高比例的人 大概在10到15年後 他的抗體已經消失了 那所以對於抗體消失的族群 建議到我們家醫科門診來 重新抽血 重新的檢驗跟補注射疫苗之後 比較能夠確認你的抗體有沒有回來 那最後就是要定期檢查 因為很多病人會做完成人體檢 或者是一般的抽血之後 就跟我說羅醫師我肝功能都正常 我是不是就安心了 對 很多人都這樣 覺得沒有紅色OK 沒有問題 對 可是肝功能代表的是 就是說抽血它代表是肝的功能 有沒有肝發炎 可是有沒有長腫瘤是一回事 所以一定要做超音波 對 要不要做到核磁共振這麼高級 就不一定了 核磁共振比較擅長看胰臟癌 那可是肝的部分其實超音波 其實有滿大比例可以發現異常 那對於一些擔心有脂肪肝也好 或者是肝癌的族群是務必最好 每一年可以做一下超音波會比較好 好 謝謝羅醫師 所以真的定期身體健康檢查也是很重要 不過講到肝癌 我們剛剛其實跟佩勳有稍微聊到 說因為現在人很常喝飲料 然後脂肪肝的狀況很多很多 健康營養師 你站在你的角度 要怎麼提醒大家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們肝糖儲存量 大概就只有300克 那一超過 其實它就會形成這個像是脂肪肝 或是這樣子過多的糖分 就流到我們血液之中 變成高血糖 那大家想像一下 大家知道鵝肝嗎 各位知道鵝肝怎麼做的嗎 怎麼做的 就是不斷的灌玉米澱粉還有糖 這樣灌到這個鵝肢頭 形成了鵝的脂肪肝 也就是說 所以這道理是一樣 如果我們的飲食 存在著大量的精緻澱粉 大量的糖 你是不是也在餵養了自己的鵝肝呢 但是這就是我們現在日常生活 會攝取到的飲食 然後大量的糖分 然後大量的澱粉 大家外食足都是這樣 沒錯 所以現在很恐怖的是 現在小朋友 國小有健康檢查對不對 一票大概有七成的小朋友 都是有脂肪肝的 國小 手搖飲料這麼盛行 你放學下課 媽媽不在是不是要喝一杯 對 考試放假是不是要喝一杯 是 同學慶生是不是要喝一杯 再來我們上班族也是 一個禮拜喝四天以上 這個叫很正常 對 你少喝 你四天以下還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喝 然後夏天更慘了 一天兩杯的都有 沒錯 再來手搖飲一條街 就是台灣的飲食習慣 過度精緻還有過度的糖分造成的 那再來糖還有什麼危害呢 剛剛有講到酒嘛 酒其實會直接造成 酒精性的脂肪肝 我跟你講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的正常安全的這個標準值 酒要喝多少 女生一天不能超過15公克 男生一天不能超過30公克 那我們大家都過量 尾牙一天大家都超標 你知道嗎 所以這除了 但是酒大家不會天天喝 我個人認為糖分這件事情 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在美國 其實就在講這個糖果 Sugar叫做Kiss Beer 也就是說它會造成這個影響 是直接是跟酒精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從小朋友開始 我個人認為小朋友的糖 就開始要去好好的控制 那再來你的膳食纖維 是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多吃一點 多吃五海 那再來就是體重控制 然後多運動 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這件事就非常的重要 還有腰圍也要注意對不對 對 腰圍現在腰圍八九十 健康常維持 這口號真的常常喊出來 自己要自己要自省 這樣子慢慢量一下 也真的代謝症候群其實是 不只是癌症啦 其實任何心血管疾病 都會跟我們代謝症候群有相關 好 確實其實現在離癌的人數 好像也是越來越多 再加上大家最近這幾年 很害怕的新冠疫情嘛 新冠疫情大爆發之後 有一種東西叫做核藻也大爆紅囉 不過核藻到底是什麼呢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回到武器健康同學會 在上一段節目我們剛剛講到嘛 這個國病 肝癌失明的 就是因為肝癌過世 那其實講到癌症 就算是到現在已經2024年囉 大家聽到癌症這兩個字 都還是覺得 唉唷 心怕怕 為什麼呢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這是根據衛福部 109年的癌症報告 新發生癌症的人數 大約12.2萬人 等於這個數字呢 是不斷的在持續上升 再加上這幾年新冠疫情 大家聽到新冠 COVID-19也會覺得很害怕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我們就開始很注意 我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的保健身體的重要 我們也知道說多糖體 對人體有很多的好處 可是主要就是菇類還有藻類 那其中在藻類 最多人討論的就是核藻 我想問一下 核藻糖椒 醫生 我們看得懂這四個字 不過它到底詳細是什麼東西 對 因為我們常聽到 就是說像日本人沖繩島 對 沖繩 沖縫 那個他們長壽 所以有人在想說 為什麼海島人可以那麼長壽 對 所以大家第一個就想到他們常吃海帶 對 因為它吃得比我們多 那我們這個海帶 還有一些什麼海帶牙 裙帶菜 這個所謂的昆布 我們也常在吃什麼昆布火鍋 對 大家都覺得是健康食品 多說少吃一點 可是因為它是所謂多細胞 它叫荷藻 但是它全部都統稱荷藻 跟所謂藍藻綠藻 是單細胞不一樣 所以荷藻是我們古時候 然後以前的人就在吃了 所以一個很健康食品 後來發現 就是從沖繩島那邊 開始過來發現說 它含有調整體質 好像增加免疫力 所以大家開始去研究它 剛剛醫生有說到 免疫力在我們的身體很重要 可以抓壞人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它 現在還有人利用它這種 來調解所謂過敏體質 因為健康科 從我們小時候來講 我們都說我們會有過敏體質 為什麼打噴嚏 會可以連續打好幾分鐘 後來有人發現說 這個也可以來增加它的 所謂免疫力這樣子 是 所以才最近 而且我們也常遇到 有些病人 尤其我們癌症病人 最喜歡問說我該吃什麼 對 像我們以前常聽 以前那個諸葛亮 以前聽說他去 跑去大陸買牛樟汁 靈汁 像剛才主持人講的 多糖體 大家都知道多糖體 對 對身體很有效 到最後是不是抗癌有用 那我們在想說 你買這麼多東西 還不如買 我們現在成藥已經做好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褐藻糖膠 是從這邊來體驗出來的 那這個是 他把這個所謂褐藻 這個用生物水解之後 變成小分子 我們就是不用吃那麼多 對 就像你吃一棵樹 我們做成一棵藥 你為什麼不吃一棵藥就好 懂 對 所以我們說 這個賀長他有很厲害 是他把六公斤的這個海帶 可以提煉成一公克 把六公斤的精華濃縮在這一公克 對 濃縮成一公克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東西 都是可以快速吸收 是 我們因為我們剛才講 而且以前的這個技術不生好 可能會有一些重金屬或沉澱物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實驗 讓你知道說為什麼 它這個是比較好的東西 然後因為現在發現 它跟免疫系統有關係 所以 在新冠疫苗的期間 有很多病人拿來買 買來吃 對 對 因為疫情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很注意身體健康 那可是講到這個褐藻糖膠 它對我們的身體 你剛剛有講到可以增加免疫力 那對身體還有哪一些部分的保健 是有幫助的 它這個多糖體很厲害 就是說第一個 它在癌症相關 它可以 我們癌細胞 因為我們癌細胞為什麼那麼厲害 會轉移 它會放出訊息 讓我們身體說它肚子餓了 讓你自己的身體去供應血管給它 給這個癌細胞 對 它會跟你要這個血管 然後你就自己長血管過去 幫它 餵它營養 等於是幫它長大 所以它很厲害 是它可以抑制這個血管新生 所以把癌細胞的血管阻斷 所以讓這個癌細胞 自己凋零死掉 所以這個一個特別的特性 另外我們放化療 因為很多癌症病人你也知道 化療之後第一個胃口不好 第二個 尤其會拉肚子 它腸黏膜會受損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病人可以多吃 可是病人一般 他的飲食不好的時候 你勸他怎麼吃都沒有辦法 但這樣身體就不能補充養分了 對 所以你看賈博士 他最後因為是胰障癌 所以我們說有九成的病人 癌症病人 他不是癌症死掉 都是餓死的 都是所有惡性體質 惡性體質 就是說你的營養不夠 我們今天這樣講 你今天病人不能吃 營養不好 一直拉肚子 體力爬不起來 你要打化療 他不要 所以很多人是因為營養不良 中斷化療 對 如果說你可以讓他可以活動 可以來醫院 讓你打化療他願意 對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提升 因為他可以促進食慾 對 他可以讓你說想要吃東西 那我們吃東西要吃哪些 我們一般 像我們大腸癌來講 我們是大腸腸胃科 我們希望病人不要吃一些牛奶乳製品 會給他吃一些什麼西膚胺酸 甚至市面上最多的 就吃的就是所謂益生菌 但是益生菌有個缺點 就是說他不能跟抗生素一起合用 他益生菌吃了抗生素又把他殺死了 對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跟這個 所謂的抗生素一起配合 他可以減緩他的 主要減緩他的副狀 不會讓你噁心嘔吐 然後現在目前那個更厲害是說 他可以預防轉移復發 那我們一般我們打化療 為什麼要打化療 第一個我們癌症就是開刀 把主要的東西拿掉 就像這邊有個賊窩 你把他賊窩剷除了 整個拿走 對 他有些餘檔跑去躲在外面 那我們化療就是要把它全部打掉 不要把只有針對 不要把說只打六樓 只打十九樓 這些傢伙都在十九了 鎖定這個目標 對 所以他的副作用傷害比較小 可是多多少少還是有副作用 然後這個在 我記得台灣就是所謂 高一大學 王兆元好像現在升院長了 是我好朋友 他有做一個實驗 就做54個病人 他有吃跟沒有吃 來做化療的病人 發現有吃的病人 他所謂疾病的控制力 可以達到90% 我們打化療 我們不一定說希望把它 因為大家都很希望說 把這個癌症 像肝癌什麼癌 把它打到死掉 打到沒有 這機會幾乎很少 是 那我們希望有一種 叫控制力 你可以打到可以縮小 像斯米德 我們一般肝癌縮小到兩公分 我們可以用所謂電燒 不一定要開刀 我們用燒的把它燒掉 如果說你太大 才需要手術 或是用血栓把它栓塞掉 所以他這個癌症的控制力 會很好 第二個 病毒這個就是在 疫情期間發現的 對 我們很多多糖體 我們很多 甚至有些醫生 預防感冒 他可以吃這個 像我們自己 給小朋友是吃這個 來改善他的體質 因為他每天打噴嚏 可以打 一起床可以打一二十下 那是貴病很嚴重 對 然後發現他 因為我們身體 我們從所有的身體來講 所謂發炎 發炎反應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我們身體生病 就是說你的身體在發炎 所以你如何去抗發炎 它可以讓你這個發炎細胞降低 就是讓你增加一些免疫系統 對 所以可以抵抗一些 所謂外來的病毒 甚至可以降低病毒的承載量 然後阻止病毒進入你的肺部 所以可以有阻隔的作用 那在消化這邊也是有幫助的嗎 對 我們應該講 我們平常在餓肚子 或是打化療的時候 我們小腸龍膜 假設這麼長 你可以吸收 所謂一百公克的營養 但是你生病的時候 它可能變一半 拉肚子的時候更小 所以剛開完刀 或是長期沒有吃東西的人 你不可以一下給它吃太多東西 所以要慢慢給它從 我們從水啊 中煉一些什麼脂肪酸 慢慢給它吃 對 那它這個可以讓你龍毛修復 可以讓你阻止 所以讓你不要拉肚子 讓你不要一直拉肚子 或是腹脹腹痛 你也不想吃 免疫調節 就可以調節後天免疫 而且是雙向的 對 我們免疫系統態度也不好 像我們剛才介紹說 有一個肥胖 為什麼胖的人 像我們自己做減重 我們每次說女生 為什麼看起來比較好看 因為有脂肪嘛 看起來水泡泡的 又咪咪 但是太過的脂肪 它是所謂的發炎細胞 所以它反過來脂肪酸 是一個發炎細胞 所以它刺激你的身體 放出所謂發炎反應 所以它的發炎反應 會刺激你的肺 刺激你的腸胃道 讓你拉肚子 讓你不舒服這樣子 那我想要問一下醫生 有沒有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人 他特別需要補充 核藻糖膠呢 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你有過敏體質的 我們可以建議給 第二個 我們現在醫院用最多 大概是癌症病人 在癌症病人的話 他們一些 因為我們 我們常聽到 你只要一生病 親戚朋友會給你送一堆 什麼 補品 對 所以每次病人 去看他這個床邊 都一大堆的奶粉 可是我們 以我們大腸子上 外科來講 我們開完刀 不希望病人喝牛奶 乳製品 因為乳製品 第一個會結塊 第二個會容易拉肚子 所以你到底是 吃東西吃壞拉肚子 還是開完刀拉肚子 我們不曉得 分不出來 對 所以我們會請他 可能這個半年之內都不要吃 我們會建議 給他補充這個褐藻糖膠 那說到褐藻糖膠 是不是現在又有了 新的這個研發技術 它跟上一代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我想這個技術 是越來越厲害了 第一代的時候 它是切割成小分子 是 我們先來邊做實驗邊講 這是我們這是第一代 這是新的一代 對 第一代是2008年的 對 我們可以所謂水溶性 其實我們吃東西我們最怕 就像你喝咖啡或是喝茶 裡面有渣渣 你也不想喝對不對 是 把它加這是水對不對 我們把水加進去 好 來幫你蓋起來 然後這邊是 新一代 這是2020年的製成技術 對 2020年 所以這個黃培安博士很厲害 花了12年 一樣把它加入水 對對對 好 要搖一搖 要搖一搖嗎 好 要搖一搖 我們把它搖一搖 我手上這是2008的對不對 對對對 好 然後醫師手上的是 2020年的製成技術 所以現在其實研發技術 也是有在更新的 有在更進步的這樣 對對對 它就利用所謂高滲透壓 把這個一些雜質 還有一些重金屬 就像以前你吃的東西 就像我們為什麼不能吃太多 像是蒸海魚跟海帶 海帶因為你也不能吃太多 因為海帶還有太多的點 所以有人吃太多 那個會大黃瓜 對 假裝線會肥大 這也不行 是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你可以看 就是 就這樣子 對 這是2008的 對對對 你看 顏色就不一樣了 對對對 這比較樓了 顏色就不一樣了 所以讓你選你應該會選這個 對 這個技術上面來跟我們講一下 對 當然是這個蚵藻他們嚴選之後 在高壓水萃取 然後在生物水解之後 還是會變成蚵藻糖膠是可以 就是小分子的蚵藻糖膠可以食用 是 但是它以前我們剛才講 它有一些沉澱物有一些金屬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第二代就開始又加上了 超高壓過濾技術 還有多孔高滲透壓 是 那這個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把一些 重金屬還有一些雜質去除掉 是 所以可以讓你服用的時候 當然是活性更好 然後吸收更快 對 那除了製程技術不一樣之外 還有哪一些地方有差異呢 這個資料是 國立海洋大學黃北安博士提供的 這個 它第一個你看 它以前是酵素的水解 現在是酵素水解之外 還加高壓過濾 多孔再付的技術 這個剛才講的 好像你就篩檢更多層 所以它的活化程度是15% 這個可以達到99% 所以它沉澱物你看 這還有55% 這個就沒有沉澱物 所以這個是法規 就是現在所謂的水溶性 還有一些比較活化的小分子 那這個灌死的話不行 那這個就可以了 因為它可以做成液態 所以以前其實這個 你要叫病人吃東西也很重要 你給病人吃那麼大顆藥 它不吞 它就拿回去就丟掉 對 如果你給它粉 它也覺得麻煩 它要帶著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說常用吸的 我想這個 我想他們觀念 是不是跟那個韓國那個 對 韓趣都這樣子 對 用吸的 所以它用途是保健食品 可是現在保健食品之下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把它當作一個藥物 癌症輔助的藥物來幫忙 是 那這些我想這些都有很完整的醫學研究 跟這個Paper來報告 然後還有這個照片是之前 其實2008製程技術跟2020製程技術 對 這剛才我們做的這個 這個溶解度 一般是規定不能超過55% 那第一 那新一代當然是連雜質都沒有 我想這是 目前我們現在 看到是比較最好的東西 那我最後想要幫觀眾問一下 要怎麼挑選 比較符合自己 比較適合自己的荷藻糖膠 當然你從 第一個我們剛才說 小分子第一個吸收比較快 活性比較好 因為你不想一次吃了好幾包 對不對 我今天跟你講說你吃一包就可以 你幹嘛要吃掉兩三包 對啊 而且這個也是滿貴的 第二個要高水溶 就是水溶性 我們剛才講說可以直接灌死 像我們有時候很多癌症病人 尤其口腔癌 鼻炎癌的 他們沒有辦法吞 他們會放個鼻胃管 我們會直接可以用這個來灌死 或是用低的 像我們現在維他命D3也是用低的 所以他們會比較喜歡 第二個單方 這跟負方不一樣 所謂單方就是說單一的一個製程 如果像負方像中藥 中藥裡面有含一些東西 到底含哪些東西 會造成什麼影響 或到處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不曉得 所以單方我講是比較簡單 如果是有什麼腹中過敏 那個大概你就知道了 是 好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我們剛做的這個 所以其實在這個製程上面 真的也是有一些先進的技術 對 是我們剛做的 那醫生最後再幫我們稍微統整一下 有沒有哪一些族群真的就是 比較需要補充赫藻糖膠 我們現在在臨床上 比較喜歡運用在癌症病人 因為很多癌症病人 他第一個餵狗不好 第二個體力不好 而且免疫系統也不好 我們希望是趕快 他讓他恢復免疫系統 趕快多吃點東西 讓你身體好 可以幫我們做後續的治療 像化療那些 所以我們第一個病人 可能會介紹癌症病人 第二個就是老人家 老人家有時候營養比較不好 不曉得該吃哪些東西 而且嘴巴不好 他這個水溶性的用吸的 一般會比較簡單 第三個就是所謂小朋友 或是一些保養的